经常看书的人和不看书的人有什么区别呢? 大家好,我是罗伊 阅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 它能够让人家获取知识,提高素质 甚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因此,经常看书的人和不看书的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,经常看书的人通常具有更广泛的知识面 阅读能力 阅读能让人们知道各种各样的信息 从而了解到各种事物和知识 这些知识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 还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生活 其次,经常看书的人通常具有更好的思维能力 阅读能够锻炼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让人们更加敏锐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种思维能力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呢,经常看书的人通常具有更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阅读能够让人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从而让人们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这种能力在人们的社交和沟通中都非常重要 总之,经常看书的人和不看书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如果您想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那么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留个关注,下期我们再见